電能時代來臨 現在思想上面 不論你是喜歡純電車 油電車 甚至於是輕油電 選擇性真的非常的多 那以往呢 我們講到高性能的車款 你不用去想它到底有多節能 可是隨著汽車科技的進步 現在能夠結合 傳統燃油車的這種性能輸出 再加上電能的節能的話 其實市場上面消費者 越來越喜歡這類的油電車了 那我們首先就先來聊聊 最近非常夯的PHEV的油電車 如果它比起傳統的油車 或者是這種純電車來說 是不是更符合現在這個世代呢 艾達 怪你剛剛跟觀眾朋友講了 就是傳統燃油車 如果要達到一個高性能的狀態 它沒有辦法兼具什麼 兼具節能的一個這個部分 那當然電車呢 被視為是未來呢 這個節能減碳 而且能夠輕易的展現 高性能的一個 這個動力來源 尤其是在這個電車世代的時候 大家說這個好像動力是不要錢的 但是電車它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當它沒有電的時候 它還蠻麻煩的 跑也不能跑 找不到充電的也不行 那事實上呢 現在整個車廠開始意識到就是說 不一定要是全部都要純電才能夠達到這樣子的一個目標 當然因為有一些地區因為電網的建置 甚至在這個充電的一個這個 這個部件方面並不是這麼的完全 他們也開始這個減緩 放慢純電的一個這個速度 所以在這樣子一個純電跟燃油中間呢 Hybrid的系統算是一個 蠻符合現代實際上需求的一個這樣的動力來源 那當然所謂的這個插電式的這個PHAVE 就是PHEV這樣的車型呢 比起一般的Hybrid車型擁有更好的一個這個動力的表現 因為它能夠結合的燃油引擎跟它這個電動馬達 但是這個部分又有不一樣的這個各家車廠 甚至在同的車廠裡面也有不同的平台 又會有不同的一個這個解讀的方式 企圖能夠達到不一樣的動力輸出以及操控的一個性能 所以我覺得現在來說的話 買這種所謂的Hybrid混合動力車款 如果你又選擇的是這種PHAVE 插電式的這種動力來源的話 它擁有非常好的一個動力輸出的表現 甚至在你要這個戰鬥的時候 它也是這個引擎聲浪的一來也是碰碰叫 那當然回到家裡面的時候呢 你也可以利用純電的行駛的一個方式 進出你的這個住宅的小區 而不是吵到鄰居 那在一般市區的代步 也不需要這個打開引擎 因為你用這個所謂的純電模式來去行駛 其實也都綽綽有餘 也就是說你不用擔心這個車子沒電 你也不必擔心車子太耗油 所以它既能夠擁有非常好的動力輸出 也能夠有這個純電行駛的一個樂趣 那當然你也不用擔心這種所謂的 里程焦慮以及充電的問題 這一點我覺得是在所謂的 PHEV的這種混合動力車型上面 非常划算的一個優勢 那當然呢 它因為純電可以節能 因為它的這個引擎的動力 再加上冠儀剛剛一開始講的 現在的科技非常的進步 所以在電池的動力 電池在馬達的動力 甚至在燃油引擎上面 利用小排氣量的這個引擎 就能夠達到很好的動力輸出 而且再加上兩者加成之下 哇 這個真的是可能要媲美 早期的這種5000CC 6000CC的超跑 才能夠達到動力性 現在變得非常輕鬆就可以做到 是以往我們都會覺得說 像這種Hybrid 或是這種油電的系統 都會覺得是偏向節能 誰說的 現在時代在進步 我們一起來看看 油電雙漆的西裝暴徒 來 寶哥帶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進到我們棚內的是 Mercedes AMG-153 Hybrid 對不對 對 可以說它其實是為了性能而生的嗎 對 其實我們覺得 第一眼看到這款車 你會覺得說它一方面有 Mercedes-Benz 或者是E-Class一貫的優雅 但是你從一些細節的點綴來看 你會覺得這台車應該不簡單 對 光是從視覺 我還沒講解之前 你會覺得說這台車 一方面兼具優雅 好像穿著西裝 但是它又是看起來是穿著西裝 但是又跑得飛快 又是不好惹的傢伙 那我覺得這台車 其實它變成 在新世代的整個Hybrid Plugging Hybrid的動力加持之後 其實它在整個性能化上面的選項 變得更豐富了 其實這台車會稱為叫做E-53 但是你想想看 如果是對照才前一代來講 它的動力輸出基本上已經到了前一代的E-63 也就是對緊急的水準 那在外觀上面其實有很高的辨識度 這台車其實在設計上面來講 首先你會看到第一個廠灰 廠灰的部分其實你看 這就是AMG的蘋果樹 對 現在變蘋果樹 不是那個三芒芯的Logo 所以你第一眼你就會知道說 這一台就是一台 架槓的AMG 那這一個前面的水箱罩 這個直撲式其實是會發光的 其實它就會 這個水箱罩其實這邊有一些背光 所以它會有光線 光澤 那另外一個就是它在視覺上面 雖然我們過去會用一些 比如說空力套件點綴 但是它其實不全然是這樣 包括比如說葉子板 這葉子板其實是比一般的 標準版的E-Class 其實多了11mm 所以也就是說 因為你的輪圈比較大 你的輪胎也比較寬 所以它必須要有一個完整的包覆 有一點小爆龜 甚至連側裙的部分 其實也都有 會讓整個跟輪圈是切齊的 所以這個其實在視覺上面 你就可以完完全全看得出 它就是一台AMG的性能款的車 它其實有兩種性格 一方面它在性能上輸出 它可以20幾度電的電池 它可以供應一個電動馬達 輸出163匹 光電的部分 對 再配合它的直流引擎 所以它總輸出已經585匹 比改款之前的E63還要更猛 還要更猛 它其實還可以再選一個叫做 AMG Dynamic Plus的套件 這個套件加上去之後 其實它的總輸出就破600匹 612匹 所以它在整個 我們講說這一個電能加入之後 產生的一種新的動力呈現的方式 其實我覺得 比起我們過去的想像 又不太一樣 這台車很特別 我們到這邊來看 這台車其實也有選了一些套件 雖然它是AMG 那我們對於性能車 當然第一個想像是要輕量化 輕量化第一個視覺上面的重要元素 就是像碳纖維 強度夠 重量又輕 所以這台車 除了原來的有些標配之外 它有加選一些東西 比如說這一個 是後照鏡 這個後照鏡碳纖維套鏡 這個就是選的 包括後面有一個小壓尾 小壓尾也是碳纖的 那在側面上面會看到寫的 Turbo Hybrid 也就是它是一個直流的引擎 然後再加上 Plug-in Hybrid 這個也是一個很高的辨識部分 但是我們看內裝 其實內裝這台車其實 它選了不少東西 但是選了這些配備以外 其實我認為 它有一個很划算的配置 因為E-Class 其實你是標準的E-Class 比如說E200 你可以選一個叫PDD套件 就是豪華的套件 它的內容包含很多 包括比如說彩兜顯示器 有全景式的天窗 然後有市區的恆溫空調 還有隔音玻璃 隔音玻璃 但是原來在E-53裡面 就有蠻多這些標準的配備 但是這台我們看到 這台E-53它選的PDD 它原來沒有的是市區的恆溫空調 另外一個本來E-53就有跑車化座椅 但是這個是標準的AMG的跑車座椅 就是你要更靜寂一點 對 更靜寂一點 所以它的包覆感更好 所以它在選配上面 包括內裝也有一些 碳纖維的套件 另外一個就是 因為現在這個是 Super Screen MBUS Super Screen 所以它在整個作業系統上面 MBUS 它已經進階到 下一個世代的先進的作業系統 所以它上面也會有APP 有開放的APP 第三方要開發一些影音娛樂 資訊系統也都比較容易 另外一個就是它其實從過去的 我們講說有聯網功能 是在4G時代是LTE 那現在都已經升級到5G時代 所以其實聯網會更快 而且它這個Super Screen 應該是標準配備對不對 對 這都是標配 所以我覺得 變成一方面是 這一次推出了這個P2平台 然後Plugin Hybrid 給我們對於未來性能車的推進來講 想像空間變得更大 而且這台車過去 我們Plugin Hybrid 應該是電池都不是很大 但是它這次電池已經到20度電 那我們想想看這台車 剛艾達提到說 你要離開社區去乘跑 天還沒有亮 你會不會碰碰碰 炒到鄰居 其實不會 你可以用節能模式 那你如果出去跑了之後 當然你回到家裡 或到其他地方你可以充電 過去Plugin Hybrid 大部分的補電的方式 都是慢充 所以你看這台車有兩個孔位 你過去開冰時 你會發現你就知道 加油會在另外一側右邊 那這邊又有一個孔 那這個孔你把它打開來看 你就發現除了有慢充之外 其實還有快充 有耶 因為這個下面這兩個 這個兩個接點就是DC的正極跟負極 那DC的原理就是他直接充電裝 針對電池上面給予他要的電壓跟電流 那我們就知道DC充電一定會快很多 一般的AC的充電 有些Plugin Hybrid 他可能AC只能 甚至七千瓦還充不到 只能充3.5千瓦 那這台車除了可以在家裡用AC補電之外 他可以用DC快速充電 那大概充電的功率 因為電池比較小 大概只有20度 所以他可以用60千瓦去充 大概是3個C的方式去充 那也是在半個小時之內就可以把 你讓這台車又可以滿電復活 那你就可以變成又兩個動力輸出 又可以變成是一個性能猛獸 所以他提供了一個 比過去前一代產品更豐富 更節能 然後更多樣的面向的一個產品 然後不變的是對性能的追求 所以我覺得從外觀上面來看 煥然一新 內裝上面來講也有新世代的這些 影韻資訊娛樂系統跟作業系統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蠻吸引人的產品 對 現在是所謂的Hypercar 是不是也都加入了那種 那種PHB EV Plug-in Hybrid 你看很多的超跑 是不是現在就是接下來未來的主流 可能都會是這樣的 一方面是法規也越來越嚴格 所以你在追求性能的過程中 也要符合法規 也要有承擔整個環保上面的責任 所以整個汽車業的性能上面的發展 就朝向這個方式發展 是 聽完聽到這裡 大家可能會想說 這個油電雙雞的西裝暴徒 到底實際上路是什麼樣的感受 愛大還有小鐘帶我們去試駕囉 可以對連一個暗毛 joint的無控制